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寬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十種跑步的後空翻 那我們就開始吧 Let's go 第一種 平地後空 這動作其實是一個基本款 你只要能在平地上做一個好的後空翻 站穩站穩 就沒問題啦 這動作太簡單了 第二種 高低差後空翻 這個動作就是你要能夠在不同的高度之下 完成一個好的後空翻 你的空感必須要有一定的水準 第三種 側形後空 這個動作會往側邊移動做後空翻 起跳方式有兩種 第一種 雙腳起跳 第二種 腳高起跳 第四種 前行後空 就是一種往前移動的後空翻 這個動作相較之下風險也比較高 空感也比較奇怪 所以大家在練習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第五種 踩墻後空 這個動作由兩種的素質合成 第一種 踩墻 第二種 空翻 是一個非常經典的跑步動作 如果你覺得踩單腳太簡單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踩量 踩踩看我可以踩幾步呢 第六種 擺盪後空 這個動作由擺盪跟後空組合起來的動作 這個動作它的力量 施力的方式非常的輕鬆 但以我個人而言 這個動作在心理層面的恐懼 是非常大的 第七種 後空精準 這個動作是有跳躍跟空翻組合成的動作 除了考驗你後空的技巧以外 還考驗你對距離的掌控 這招也是我個人特別喜歡的招式之一 第八種 推翔後空 也可以被稱為拍翔後空 這個動作英文名字叫Pump Flip 之所以翻譯成推翔後空 是因為我們覺得手部推的動作 跟金剛稱樂的推是一樣的概念 用推這個方式有助於一般新手 在練習的時候比較好理解跟安全 也能稱為拍翔後空 是因為在推的過程中 手會發出拍翔的聲音 怎麼稱呼取決於起跳的距離 當你起跳的越遠就會比較像拍 當你起跳的越近就會像推 第九種 擺推後空 這個動作有三種元素組合在一起 擺盪 撐躍 跟後空 因為有三個元素 所以特別難 我剛剛會多加個元素 踩槍 是因為我覺得踩上去以後 有助於我後面的擺跟推 對我來說會比較輕鬆一點 當然這個動作每個人的習慣不同 所以你可以去調配 第十種 雙腳踩強後空 這個動作也有三個元素 跳躍 踩強 跟空翻 也是相當的難度 這個動作恐怖的點是 你在飛出去的時候 你的身體已經有點躺一半了 所以自由的時候特別恐怖 好 以上就是跑酷的十種後空翻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你會幾種呢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且分享這個影片給你會後空翻的朋友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麥子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